在如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被广告包围着。 不管你是坐地铁还是逛商场,无论你是在家看电视还是外出看电影,广告都如影随形,无孔不入。 因此,消费者对于一些广告语早已经到位如流了。 比如,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走多远。 比如,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再比如,地球人都知道。 你可能会说,这些都是什么年代的广告语了,太老土了吧? 那我们来说点近的。 如果你是女生,你一定听过,洗了一辈子头发,你洗过头皮吗? 如果你是一位男士,你一定听过某男装品牌告诉你,一年逛两次的广告语。 怎么样,这些广告语中总有你印象深刻的吧? 这些广告语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由广告狂人叶茂中创作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广告人首记》就是叶茂中的代表作,出版于1996年发行,一时间震动了整个广告圈,并影响了很多人的职业规划,促使一大批年轻人趋之若鹜地涌向了广告业。 迄今为止,《广告人首记》这本书已经在版37次,畅销了20余年,对中国的广告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叶茂中始终认为,广告只是营销中促销推广的一部分,因此《广告人首记》这本书,讲的其实不仅仅是如何打广告或是创作广告, 更多的是叶茂中对于如何做营销,如何塑造品牌的经验之谈,希望能为广告从业者及企业经营者带来一些思路和参考。 本书的作者叶茂中从事营销行业24年,先后为200多家企业进行营销策划和品牌设计,拍摄过一千余条原创广告片。 从1997年至今获奖无数,先后夺得中国营销十大风云人物,中国广告十大风云人物,中国企业十大策划家等多项荣誉称号。 同时,叶茂中还是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和中央电视台广告策略顾问。 迄今为止,叶茂中已经出版了营销的16个关键词《广告人首记》《创意就是权力》等十余本畅销书。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拼命三郎。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为您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让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的三个关键。 第二个重点是,如何在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第三个重点是,确保广告有效传播的四个原则。 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让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的三个关键。 每个品牌带给我们的感觉都不一样,例如优衣库给人简洁舒适的感觉, 可口可乐给人乐观积极的感觉, 苹果则给人创新彰显不凡的感觉。 但其实并非每个品牌都能让消费者印象深刻。 很多企业传达的品牌形象是缺乏识别性的, 消费者根本分不清这个品牌的风格,主题或个性到底是什么, 更别提主动购买了。 因此,对企业来说打造深入人心的品牌形象至关重要。 无论一个品牌销售什么产品,提供什么服务, 首先要通过产品的卖点提炼出品牌的核心价值。 因为核心价值代表着一个品牌的精髓、主题、发展方向。 有了这个最基础、最根本的核心价值, 企业才能发展出独具自身特色的品牌形象。 在为真功夫中式餐厅做产品策划时, 夜帽中团队曾问真功夫的员工, 企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结果,无论是企业高层还是普通员工, 对此都说法不一。 有的说是美味的、快乐的, 有的说是健康的、营养的。 这说明企业自身就没有确定核心价值, 更别提向消费者传达了。 而在对产品独特卖点的挖掘中, 夜帽中发现,真功夫餐饮的特色是蒸。 在岭南传统饮食文化中, 蒸意味着原汁原味, 营养健康不上火。 因此,蒸就是真功夫的特色。 但是,品牌特色与消费者有什么联系呢? 只有让消费者意识到, 蒸等同于营养, 而营养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才能直接、深入地打动消费者。 于是,经过进一步的提炼, 品牌核心价值浮出水面, 营养还是蒸得好。 一句话,既表达了产品的卖点, 又说明了能带给消费者的好处。 在确定了核心价值之后, 真功夫便立即砍掉了油炸食品, 因为这些产品明显不符合品牌的核心价值。 因此,核心价值不光是为了让消费者明确品牌的定位和主题, 更是为了保证企业的发展不偏离正轨。 除了要提炼核心价值, 将产品特色和好处广而告之以外, 一个品牌要想真正地打动消费者, 还需要和消费者产生更深层次的链接, 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在这方面, 苹果公司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准。 1997年, 苹果公司拍摄了一则轰动全球的广告, 非同凡响。 广告片依次展现了爱因斯坦、 毕加索、爱迪生、 卓别林、 马丁·路德金等各领域的杰出人物, 配以浑厚的音乐, 以及令人激动不已的广告词。 至疯狂的人, 他们特立独行, 他们桀骜不逊, 他们惹是生非, 他们格格不入。 你可以认同他们, 反对他们, 颂扬或是诋毁他们, 但唯独不能默视他们, 因为他们改变了寻常事物, 他们推动人类向前迈进。 在这则广告中, 苹果公司赞美了那些不畏挑战, 取得非凡成就的杰出人物, 满足了很多人, 向特立独行, 挑战传统的心理诉求。 毕竟,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叛逆的灵魂, 但是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甘于平凡, 随波逐流。 而苹果公司的这则广告, 却告诉人们, 勇于创新才能改变世界, 而能够帮助人们创新和改变世界的, 就是苹果电脑。 因此, 苹果公司通过非同反响这则广告, 精准地传达了核心价值, 并且充分满足了消费者的情感诉求, 收获了大批的果粉。 如今, 那些购买苹果产品的消费者, 其实很大程度上, 追求的并不是苹果产品的性能, 而是苹果公司所代表的创新和前卫的观念。 因此, 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就相当于在品牌和消费者之间, 建立了更为紧密的链接。 也只有这样, 一个品牌才能真正走进消费者心中。 苹果公司的广告片中, 那些鼎鼎大名的杰出人物, 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苹果公司正是借助了这些名人的影响力, 成功传播了非同反响的品牌理念。 而随着苹果公司的发展, 苹果公司已经不再需要再借助任何人的影响力了, 因为乔布斯本人就是一个传奇。 但是, 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 并没有像苹果公司那样成熟的条件。 因此, 我们有必要参考苹果公司 早期的宣传策略, 巧妙介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借助名人、 新闻或历史事件的影响来宣传品牌, 并且最好选择那些具有正面、 积极影响力的人或物。 在这方面, 各个城市的宣传广告就运用得恰到好处, 例如山东屈阜市的城市宣传语是, 孔子顾礼东方圣城, 借用了孔子的名气。 河北承德市的城市宣传语则是, 邮承德皇帝的选择, 借用了皇帝的影响力。 而浙江珠济市的西施顾礼, 美丽珠济的城市宣传语, 则借用了西施的美名。 这些城市虽然都不是国际大都市, 甚至很多人都没听说过, 但是这些历史人物肯定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 借助名人效应来宣传形象的策略, 既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形象, 又扩大了城市的知名度, 可谓是一举两得。 好了, 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 让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的三个关键。 首先, 企业应该通过产品的卖点提炼出品牌的核心价值, 因为核心价值代表着一个品牌的精髓, 主题发展方向。 其次, 品牌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情感利益, 建立与消费者更深层次的链接。 最后, 企业应该学会借助名人、 新闻或历史事件的影响, 进行品牌宣传, 这样才能提升品牌知名度, 并让品牌走进消费者心里。 下面我们来说说第二个重点, 如何在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同质化是近些年在市场竞争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词, 同质化指的是同类型产品, 在性能、外观、甚至是营销方式上非常相似。 这种相似虽然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事, 毕竟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但是对企业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因为相似就意味着大家都一样。 那么既然大家都一样, 选谁不是选呢? 而如果你没有区别于同类品牌的独特之处, 那怎么保证消费者选你,不选他呢?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 企业一定要通过差异化来拉开和对手的差距, 否则就会被淹没在风起云涌的伤害竞争中。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大量的真实案例, 介绍了几种凸显品牌差异化的方法。 首先,第一种方法是挖掘消费冲突。 消费冲突指的是消费者在多种消费选择之间, 感到左右为难的心理状态。 作者认为企业应该主动探索消费者未被解决的消费冲突, 例如共享单车的出现, 解决了人们打车浪费走路太累的冲突。 外卖APP满足了人们要吃饭但不想出门或工作太忙的冲突。 而这些都是企业深度挖掘消费冲突的结果。 因此,谁挖掘出了消费冲突,谁就把握住了商机。 叶茂中在为乌江榨菜做市场调查时, 发现消费者存在一个关键冲突。 很多消费者在没有胃口的时候就想吃榨菜, 但当时消费者对于榨菜的印象是不卫生, 不健康或者是低质低价的。 因此,消费者在吃榨菜这件事感到左右为难。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消费冲突呢? 那就必须改变消费者对榨菜的一贯认知, 做出能给人健康卫生印象的榨菜。 于是,叶茂中根据乌江榨菜的制作流程, 创作了三清、三烟、三榨的工艺标准, 向消费者传达乌江榨菜安全健康的品质, 并提高了价格, 使得乌江榨菜从同质化低水平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不得不说,乌江榨菜确实改变了一部分人 对榨菜不健康、不卫生的传统认知, 并在这个过程中牢牢抓住了商机。 除了挖掘消费冲突能让品牌脱颖而出之外, 激活消费需求也能为品牌制造新的商机。 乔布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直到我们拿出自己的产品, 他们才发现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对于这句话,很多人的理解是, 乔布斯根本不关心消费者的需求, 只是一味地闭门造车。 对此,乔布斯的解释是, 消费者对于当下的科技发展水平缺乏认识, 很多人不了解最新的科技手段能用来干什么。 因此,乔布斯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研发产品。 当然,我们不是说消费者的需求不重要, 消费需求永远是企业关心的重中之重, 但问题是, 有时就连消费者本人也没有发现自己的需求, 这种需求处于休眠状态, 需要企业来激活。 所以,乔布斯的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为资源洗头水做品牌策划的时候, 叶茂中就很好地运用了激活消费需求的策略。 资源洗头水的最大卖点就是无硅油, 而该集团的负责人表示, 市场上很多品牌的洗发水都含硅油。 硅油是一种化学润滑剂, 在洗发水中添加硅油能够使头发更顺滑, 但同时, 这种化学成分也会阻塞毛孔, 使头发发痒。 而市场上大部分的洗发水都在针对去蟹、 柔顺、滋养等功效进行宣传, 从来没有提及过洗头皮的概念。 因此, 叶茂中认为, 如果资源想打造区别于传统洗发水的健康洗护理念, 就得先激活消费者护理头皮的需求。 因为消费者从来没有意识到, 头皮也需要护理。 于是, 便有了后来那则广告, 洗了一辈子头发, 你洗过头皮吗? 成功激活了人们护理头皮的消费需求。 为了强化护理头皮的概念, 资源甚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品类名称, 洗头水。 而其他品牌还一直在使用洗发水的教法。 不得不说, 在洗护行业中作为一个新进品牌, 资源洗头水的产品定位确实是独树一致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如何在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作者介绍了两种方法, 挖掘消费冲突和激活消费需求。 挖掘消费冲突就是要找准消费者面对多种消费选择时的矛盾点。 比如共享单车就挖掘出了人们打车浪费走路太累的消费冲突。 激活消费需求就是让消费者意识到未被自己发现的消费需求。 如资源洗头水提出了洗头皮的概念, 成功激活了消费者护理头皮的需求。 下面来为你说说本书最后一个重点, 确保广告有效传播的四个原则。 广告是将一个产品或是一个品牌介绍给消费者的方式。 成功的广告不但可以提升企业形象, 还能够增加产品销量, 帮助品牌实现多维收益。 但是很多企业在投入了具有广告费以后, 却总是收效甚微。 产品销量和品牌知名度几乎没有任何提升。 这是因为很多企业对于广告存在一定的误解, 认为只要花大价钱拍好广告就能实现收益。 但其实做广告是要讲究策略的, 不能任意而为。 首先,企业如果想做广告, 就要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 因为广告有着明显的滞后效应。 广告的起效时间至少要等到九个月以上, 也就是说, 一月份开始投放的广告, 可能到十月份才会出现销量上涨的效果。 而很多企业往往还没等到广告起效, 就急不可耐地叫停了。 还有一部分企业则三天打与两天晒网, 停了两三个月以后, 又开始重新打广告。 殊不知, 消费者早已把品牌忘得一干二净了。 广告的效果就是要通过反复的日积月累的方式, 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根深蒂固的印象。 而如果企业在投放广告时无法长期坚持, 那还不如把资金投到其他地方, 另寻收益。 因为这样的方法只会导致前功尽弃, 毫无成效。 其次, 广告风格和主题不要随意变动。 大家都知道脑白金的广告吧, 一对卡通形象的老年夫妇在屏幕里蹦来蹦去, 嘴里念着, 今年过节不收礼, 收礼还收脑白金。 虽然这则广告被很多人吐槽, 但确实让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记住了这个品牌。 脑白金广告十多年来用的都是一个套路, 广告与相同, 卡通人物相同, 甚至连广告时长都相同, 只是在广告人物的装扮和舞资上有所改变。 脑白金广告正是以恒定的主题和风格, 让消费者们深深记住了这个品牌, 而且一提起这个品牌, 每个人都能想起那句广告词和两个跳舞的卡通人物。 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在接受采访时曾说, 广告最怕变, 因为只要一变, 前面的积累就丢了。 因此, 只有保持始终如一的广告风格和主题, 才能让消费者对品牌形成一种稳固的认知。 此外, 无论是企业还是广告从业者, 都不必过分追求广告的合理性, 因为广告本身和逻辑没有什么关联, 广告的作用是要引起人们的共鸣或联想, 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个关于内衣广告的故事, 美国某广告公司为内衣生产企业策划了一则广告, 广告中的女性身穿紧身内衣, 在人潮人海中穿行。 广告语是, 我梦想, 身上只穿着某某牌内衣穿过纽约闹市。 在正式播出前, 策划人员对广告效果进行了测试, 被访问的女性感到非常惊讶, 纷纷表示无法接受此类广告。 可谁知, 广告播出以后, 该品牌的销量暴涨, 人气不断攀升, 成为了女性消费者最喜爱的内衣品牌。 而这则广告, 也被业内人士称为最成功的广告之一。 这则脱离现实, 毫无逻辑可言的内衣广告, 之所以能够成功, 就是因为他唤起了女性, 对不惧世俗眼光, 忠于自我感受的向往。 毕竟, 那些只穿着内衣穿行于闹市的广告模特, 眼里充满了不懈和坚定。 因此, 成功的广告, 广告不在于是否符合逻辑, 贴近现实, 而在于他能否触动消费者的情感, 引发相关的联想。 最后, 广告投放要灵活。 广告战和真正的战争没什么区别, 在战场上, 任何一方都无法只靠飞机大炮就能获胜, 必须要有其他武器协同作战。 广告也是如此, 只播放电视广告, 并不能有效覆盖消费人群, 毕竟, 现在很多消费者已经从电视转向了手机和电脑。 因此, 企业在投放广告时, 要根据自己的产品特性, 选择多种合适的投放平台, 这样才能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 还有一些产品, 只靠短短的30秒根本讲不清楚, 比如化妆品的成分、 效果、 使用方法等等。 那么这时, 就可以通过新媒体来进行更为细致的宣传了。 像一些优质的微信公众号, 或是阅读类的网站, 都是不错的广告投放平台。 此外, 在销量方面, 全国各地区的市场可能不太一样, 有些地区遥遥领先, 而有些地区却惨不忍睹。 那这时再投放广告, 就要分清主刺了, 千万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否则就会导致资源严重浪费。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 我们讲到了, 让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的三个关键。 首先, 企业应该通过产品的卖点, 提炼出品牌的核心价值, 因为核心价值代表着一个品牌的精髓, 主题, 发展方向。 其次, 品牌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情感利益, 建立与消费者更深层次的链接。 最后, 企业应该学会借助名人、 新闻或历史事件的影响, 进行品牌宣传, 这样才能提升品牌知名度, 并让品牌走进消费者心里。 其次, 我们讲到了, 如何在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作者介绍了两种方法, 挖掘消费冲突和激活消费需求。 挖掘消费冲突就是要找准消费者面对多种消费选择时的矛盾点, 比如共享单车解决了人们打车浪费, 走路太累的消费冲突。 激活消费需求就是让消费者意识到未被自己发现的消费需求。 如资源洗头水提出了洗头皮的概念, 成功激活了消费者护理头皮的需求。 最后我们讲到了确保广告有效传播的四个原则。 首先, 投放广告要长期坚持, 因为广告有滞后效应, 而且如果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也无法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 无论是企业还是广告从业者, 都不必过分要求广告的合理性。 因为广告本身和逻辑没有什么关联, 反而和消费者的情感和联想关系紧密。 最后, 广告投放要灵活, 除了要和多种形式媒体的配合, 还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销量, 进行有主有次的投放力度分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